好 全臺最多分店的老菜水煎包 在許多的捷運站 車站附近能夠開到 正會因為原物料獎幅太大 所以宣布十一月份開始要調獎一元 民眾感嘆著銅板小吃越來越小了 有消費者提到經常光顧的早餐店 他們的位於起司 丹吐司 已經賣到七十五元 連鎖早餐店點個漢堡配紅茶 要一百塊 比便當還要貴 一顆顆水煎包熱騰騰上架 民眾一找汽車也要買來吃 市民連鎖店老菜水煎包 在許多捷運站 車站周邊 都能看得到 號稱全台最多間的水煎包店 但這回也宣布即將調漲 就會覺得不知不覺 還蠻多東西都越來越貴 早餐就多樣選擇 不然就吃便利商店 從早餐賣到宵夜時段 省受不少上班族及學生喜愛 這回貼出公告表示 因為部分原物料和進貨成本 漲勢太大 將在一百一十一年 十一月一號起調漲一塊錢 明年不是都有加薪嗎 沒有漲價我們成本都合不來 二零三年當時飲料和煎包 都是十二元 陸續調整後 二零一六年時煎包已來到 一顆十五元 今年十一月之後 就變成十七元 但飲料維持現有價格 一杯二十元 遠縣同伴小吃慢慢走入歷史 同樣讓民眾有感的 還有早餐店 又是蘿蔔糕又是單餅 間台上店員一次handle 都說早餐是一天活力的來源 只是這代價似乎越來越高 就有媽媽臉書發文感嘆 鮪魚起司蛋吐司從六十元吃到現在 竟然要七十五元 零說早餐店吃好一點點個漢堡配紅茶 就要一百元 比常吃的魚排火雞肉便當還要貴 只乎走向吃不起早餐店的歲月 早餐預算大概是多少 大概六七十塊 一個正餐價格 差不多 以前我們那個 復早餐只要六十塊 現在都加五塊 吃的早餐都跟便當差不多 物價持續飆漲 過去解餐的小吃早餐 價格和正餐便當越來越接近 也讓小資族們為了審核包 只能忍痛取捨 記者黃孝偉簡診書 台北三公道